鬼谷子说 人倒霉的时候 有三个征兆 春秋战国时期 有一个虽然不太广为人资 但是依然有着重要影响地位的思想流派 叫宗恒家学派 其创始人就是鬼谷子 鬼谷子一生非常传奇 关于鬼谷子的所有本领 最吸引人关注的是 他对人的心理动态的把握 鬼谷子虽然长久隐居三谷 但并不影响他对世事的认识 而他那些见解 比亲身经历过的人都要独到 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谋圣 有很多人都想从鬼谷子那里 了解一些关于运气的见解 将来可以顺风顺水 而鬼谷子针对这个问题 他认为人在倒霉的时候 会有以下三个前兆 第一 不顾个人形象 穿着邋遢 一个人无论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都应该顾及自自的形象 这不仅是对自自的负责 同时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如果我们在工作场合不修边幅 别人会对我们的能力产生怀疑 这个结果会让我们失去别人对我们的尊重 甚至可能是信任 第二 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 当我们在生活中找不到自自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往往内心会有一种空洞的感觉 而且无论做什么都会觉得没有意义和动力 渐渐的人会变得难散 如果不加以改变 甚至还可能丧失劳动能力 第三 骄傲自大 自负自满 当人骄傲了 他就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 因此他犯错误的成本就变得非常高 因为他很难知道自自的问题在哪里 当他发现自自犯错的时候 往往已经太晚 基督教圣经上说 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可见骄傲是一切霉运的开辞 有人说 科技进步了 但是人性没有变 所以不断的自我完善 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 鬼谷子时代 虽然距离我们有两千多年 但他的智慧言语还在不断的提醒着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